我的女友是大学有名的校花 她聪明优秀 身为她的伴侣 我对她很满意 在她22岁生日这天 我特意为她准备了 豪华邮轮上的一场生日宴 可我没告诉她的是我出轨了 并且我和我的出轨对象 联手一起把她推到了海里 但是当晚她再次出现在了我面前 刘伦你看跪四音 惊慌失措地用手指着 我面前一个完好无损的女人 冲我大叫起来 我也惊呆了 我的女友秦宛如 既然再次好端端地出现在了我面前 并且从头到脚都是干干净净的 衣服也是掉入海里之前的那一套 如果她真的是我的女友 我亲眼所见她掉入海里 怎么可能滴水不沾 秦宛如冲我笑了笑 阿伦是到如今 你出轨都这么明目张胆了吗 我惶恐地连连后退 不可能我大叫一声 如果你真是宛如 那我亲眼所见你掉到了海里 就算你真的自救爬上船了 那又怎么可能衣服全都是干的 她并没有表露出 一丝一毫的生气相反 还非常镇定 脸上还一直挂着意味不明的微笑 你不相信我就是你女友吗 她笑了笑继续说道 刘伦我和你第一次见面是 在19年9月刚入学的社团活动 你当时是穿白色衬衫 黑色裤子 没错吧 我一愣 事情就发生在四年前 我刚入读大一 因为高考前 我的亲妹妹刘玲玲 无缘无故失踪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巨大冲击 从而使我高考发挥失常 好在我有扎实的学习基础 即使没能成功入读 我的第一志愿成才大学 也有同样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顶尖学府香安大学来录取我 虽然香安大学比起成才大学 还是略逊色一些 但是这不影响她 也照样是一所优秀学府的事实 就这样因为都在学生会 我结识了摄影专业的秦宛如 她温柔又漂亮聪明 且会说话情商高 在我刚看到她的第一眼时 就无法自拔地陷入了爱河 但我没想到我的表白 竟然那么成功 一句我喜欢你 就让她成为了我的女友 我都觉得这幸福来得太简单了 简单的就像梦一样 我们在一起后 像是别人眼中的模范情侣一样 每分每刻都恩爱无比 从未吵过架 她也从未惹过我生气 相反和她在一起 我每天都很开心 然而我还是对她感到厌倦了 就这样我迷恋上了 同个专业却不同般的贵思英 然后设计了一出方案 我为秦宛如定下了 22岁的豪华游轮生日宴 看到她开心的模样 我不再是欣喜而是厌烦 于是我和贵思英一起 趁她不备的时候 推她落水 而现在本该落水溺亡的秦宛如 再次出现在了我面前 我们乘坐的这艘游轮 叫做海洋交响曲号 船上一共20位乘客 今天是秦宛如的22岁生日 同在船上的葛英朗 幸灾乐祸地大叫了起来 哎呦刘伦 这么完美的女友给你 你都不珍惜啊 还劈腿 我恐慌地摇摇头 不不可能 我惊叫道 她根本不是我的女友秦宛如 就算不是又怎样 葛英朗讥笑道 不还是否认不了 你是个劈腿渣男的事实 葛英朗是我从小到大的竞争对手 但是如果我不邀请她来的话 那可能又会浪费一次机会 我正打算反驳葛英朗 手机突然亮了起来 请仔细观察推秦宛如落水后 传上每个人的反应 四年前杀害刘伦林的凶手 就在船上的20位乘客之间 我登视下的脊背发凉 急忙抬头观察周围的人 这是一条陌生短信 没人知道发现人是谁 我迅速扫了一眼 在场人就离我三米以内的分别有 贵思音 秦宛如 葛英朗 假意真四人 秦宛如是我的女友 而贵思音是我的劈腿对象 葛英朗像是和我有孽缘一样 从小到大都在同一所学校 她无论什么都想压我一头 而贾意真则是葛英朗的好友 贾意真也皱起了眉头 刘伦 我之前都不知道你是这种人 她摇摇头退一万步说 就算你不喜欢你女友了 也不至于要害死她吧 秦宛如只是一直面带微笑地 看着我没有任何动作 她看到我心里发毛贵思音低下头 若有所思 然而还不等我开口解释 贾意真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再次开口 刘伦 你出轨不会是庄的吧 贵思音和你并不算太熟 你们这么快就好上啊 她面无表情 而且还有一件事 这个刘伦的名字和四年前你妹妹 出事的那个刘伦的名字一模一样 难道 贾意真缓缓抬起头来指示着我 该不会秦宛如就是杀害你妹妹的凶手吧 你你瞎说什么呀 我急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总之 这是我个人的私事 你贾借表白追求秦宛如 然后跟秦宛如正式在一起 后就一直从她身上收集信息 贾意真顿了下继续说道 然后现在推断出她是重大嫌疑人 就借这次生日宴的机会把她推下水 当给自己妹妹报仇是吗 秦宛如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走到葛英网旁边 我闭上眼睛只感觉太阳穴突突地跳 额头上也不断渗出汗珠 我必须要思考该如何镇压现在的局面 然而根本就不用等我开口 我所乘坐的邮轮海洋交响曲号突然停止航行 紧接着广播响了起来 请海洋交响曲号上的所有 乘客迅速来到0609号房间 船主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场丰盛的晚宴 请大家尽情享用 毕竟一场情爱纠纷其实也没什么好看 大家比起看热闹更想优先解决自己的温饱 罢了我们先去吃饭吧 葛英朗扯了下贾一珍的衣袖 您那么喜欢推理就在饭桌上推理给大家吧 听到广播后葛英朗和贾一珍没再关注我 而是向舱房内走去 贵司音没有理会秦宛如 秦宛如也没有追究我和贵司音的责任 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跟随大家一起进入了舱房内 二十位乘客里其实不单单只有我和我的同学 虽说是我特意为秦宛如举办的生日宴 但其实主办方为了节约成本 将生日宴和正常上船观光的游客聚集到了一起 也就是说船上还有很多我并不认识的陌生人 而现在我和他们一同聚在0609号房间 房内是一张高档奢华的欧式长桌 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精美西点 牛排烤鸡更是美人一份 看样子确实花了不少心思 我也不禁疑惑起来 主办方既然出手这么大方 怎么还会在意再多用一艘船承载 其他单独观光游玩的乘客呢 更何况虽说是我订下的生日宴 但我其实并没有出多少钱 打电话预约的时候就听到电话另一头说 您只用正常给个门票钱就好 您女友的生日宴将全部由我们这边负责 甚至就连就餐的位置也都给我们安排好了 长桌上每份餐盘旁边都竖着一个银色的席卡 上面标记着我们每个人的姓名 二十位乘客十位坐在餐桌的左边 十位坐在餐桌的右边 而我的位置是左边正数第二个 也不知道是不是主办方有意为之 特意安排葛英朗坐我对面 我和他二十年来一直都关系不好 等到所有人一一陆续落座 广播里的标准机械女鹰再次响了起来 各位亲爱的游轮乘客 今晚将是你们盛大的享受 在享用晚宴的同时 我们将会给大家讲精彩故事 当作船上的娱乐服务 我本来以为船上的这个广播 仅仅是传达给大家必要信息的用途 谁知道下一秒发生的事颠覆了我的想象 我们的游轮名字叫海洋交响曲号 四年前有一位年轻女性 在这艘船上不幸遇害 让人惋惜的是 她还是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小女孩 我一正拿着叉子的手 忍不住开始颤抖起来 船上共进晚餐的其他乘客 包括我认识的同学 好像对此消息并不在意 甚至还有打瞌睡的 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不慎落水的小女孩 还有一个亲哥哥 她本人就在我们此次的宴会当中 比我抢先一步的是 坐葛英朗旁边的贾一贞先抬起头来 她指示着我 刘伦这广播说的不就是你吗 一刹那间 长桌上所有的乘客纷纷看过来 他们一瞬间对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 我猛地拍桌而起 指着贾一贞的鼻子骂道 你别乱说话 我家没死过人 葛英朗哈哈大笑了起来 怎么香安大学的高材生 还怕别人同情你啊 我恨得牙痒痒 这是我家的私事 更何况还是一件极其悲伤的事情 哪里是能被他们拿来当饭桌 上供大家娱乐的笑料的广播 还在继续播放 请大家稍安勿躁 接下来我要说出一件真相 本次游轮海洋交响曲号 船上一共承载乘客20名 负责游轮卫生的宝洁阿姨一位 负责开船的船长一位播报员 也就是我一位 加起来共23个人 而4年前杀害刘伦亲妹妹刘玲玲的凶手 就在船上的20位乘客之间 如果不及时找到凶手 船上将会再次发生4年前的惨剧 广播的机械女婴 说到这里的时候顿了两秒 随后继续说 船长也就是船主人 在此祝大家玩得愉快 广播结束后 几乎一整排的客人 都朝我投来了一样的目光 我无法承认这件事与自己无关 因为就在我的面前 就放着上面印有02号刘伦 相安大学优秀高材上的名牌 我向来是个谦虚的人 从不自吹自擂 即使上了名牌大学 也不觉得自己了不起 不知道是谁非要这样子写 而且这个广播到底是谁在播 为什么她会知道 有关我个人的事情 我妹妹四年前 在海洋交响曲号逆亡这件事 除了跟我关系较好的 秦婉如归思音 还有处处针对我 还要收集我信息的葛英王 其他的朋友假一真知道 其他人我从来没有提到过一句 关于我妹妹的事 但是现在跟我一样是毕业余 相安大学的四位同学都在场 除了广播里提到的 保洁阿姨船长播报员 没人不在这个房间 这是一场专门针对我的恶作剧吗 我怒从兴起一脚踹向房门 打算冲出去找到广播室 抓到播报员 质问他为什么要到处乱传我的事 却发现房门死活打不开 等等怎么回事 我又是拉又是推 0609号房间的门 发现门就好像被人 从外面反锁了一样 使出多大的劲都打不开 哎哟小伙子遇到什么事情了 别激动我来帮你看看吧 说话的人 是个看起来上了年纪的老爷爷 十分面善走到我旁边 帮我一起拉门 小伙子是要出去试把我来帮你 也就是在他抓到把手 向外拉的那一刻 他脚下的木板突然向下一番 整个轮船 像是撞到了什么一样 剧烈地摇晃了一下 喷涌的鲜血飞溅到我的脸上 这这是 我猛地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与此同时 其他乘客也纷乱起来 刚刚才那是什么 那个老爷爷掉到船底下了 我定睛一看 刚才老爷爷掉下去的地方 现在完好无损 根本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很快嘈杂的机械音响起 广播内容再次传入每个人耳中 很遗憾在晚宴结束之前 所有乘客不能离开 0609号房间 广播里的机械女鹰 停顿了一下又说道 18号乘客摇剑树 不幸被鲨鱼吞食 享年68岁 凶手还未找出 就会一直不断有人受害 祝大家今晚愉快 我的身体当时变得僵硬 握着门把的手 也颤巍巍地收了回来 这算什么 我间接害死了一个好心 来帮我的老爷爷 我因为想逃出这里结果 我却没有承受任何恶果 反而是一个无辜的老人 被人莫名其妙地算计了 这艘船海洋交响曲号 果然有问题 四年前我的亲妹妹刘玲玲 自从在海洋交响曲号上遇害后 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贵思音急忙上前拉住我的胳膊 够了刘伦 我们先回座位上吧 他拉我回去 同时在我耳边响声说 这艘船有问题 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我撇到贵思音的名牌 一号贵思音 湘安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生 同时 我又观察了其他人的名牌 三号请宛如刘伦 真假有待考证的女友 四号葛英朗 刘伦实力相当的对手 五号贾一针葛英朗的未知好友 六号苗人 向安市富豪榜排前时的企业家 七号蒋正昌 苗人竞争公司的董事长 这个名牌写得也太奇怪了 好像是围绕一人当主角 其他人就写上和他的关系 为一个全身黑衣的中年男人 站了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 就开始破口大骂 说难听点 你家死了人 那又怎么样啊 和我们有关系吗 为什么要让我们和你一起 被困在这艘奇怪的船上啊 她是十六号乘客陶瑞聪 看样子是一个家庭的父亲 在她旁边 还坐着一个月末五六岁的小女孩 还有一位愁容满面的富人小女孩 快哭了出来 爸爸这里好恐怖 我要回家 我迅速记住了她的信息 十五号乘客陶瑞聪的女儿陶小爱 而在陶小爱旁边愁眉不展的女人 则是十四号乘客陶小爱的妈妈徐淑兰 她穿着外套很薄 我看见半透明的衣衫下 她整条胳膊都是郁青 而她桌前名牌上的文字也很简单 十四号徐淑兰 演员徐淑兰轻轻拍了拍女儿的后背叹气 小爱别慌 爸爸妈妈会想办法保护好你呢 整艘船上人心惶惶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位中年妇女眼面哭泣了起来 我 我只是想和老公普通度个假而已啊 另外一位强壮的男人也站了起来 对着安置在室内的喇叭就是大骂一通 老子管你是谁啊 我们只是普通游玩的乘客 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把我们都困在这里啊 见人 快点放我们大家都出去 我们还是别轻举妄动了 说不定等一会船长生气了 又有人死亡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大家根本就无心用餐 只想着尽快逃出去 但是我发现 秦婉如却不紧不慢地切着牛扒 没有一丝一毫的慌张 大家还是安静下来吧 她笑起来甜甜的 用刚刚好的音量传达给餐厅内每一个人 如果死亡是注定的 那我们还不如安心享受这一场最后的晚餐 看桌子上的这些美食 主办方不是准备得很丰盛吗 她切了一口牛扒送入嘴里 镇定自若地说道 有这么多美食可以享用 何乐而不为呢 砰 一个红酒瓶向秦婉如砸来 她敏捷地避开了 什么 刚才还正在大骂我的16号乘客陶瑞聪 转头就将矛头指向了秦婉如 什么叫死亡是注定的 我难道没有老婆孩子吗 难道让我们一家都死在这个破船上 还有你是叫秦婉如是吧 别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打你 对了 这个秦婉如是真是假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我亲眼见到她掉入海中 并且我也了解她不会游泳 怎么可能当晚人就会好端端地 又出现在我面前 一时之间我也急了 上前就揪住秦婉如的领子 把她整个人从座位上提了起来 你是不是才是真正有问题的那一个 我死死瞪着她 我亲眼看见你落水 为什么你再次出现时 衣服还全是干呢 我看见在秦婉如的背后 一脸怒龙的陶瑞聪 正抄起一把石牛扒用的小刀 正打算直直地朝秦婉如背后插下去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陶瑞聪脚下的木板向下一翻 就像之前那位老爷爷一样 整个人掉了下去 血液再次溅了上来 喷了我和秦婉如满身 然后刚才还在向下翻动的木板 我亲眼看到她慢慢地又转回来 恢复了平稳的模样 0609号房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不对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这个房间的门牌号 以及今天的日期 都是0609 而这个日期 是我妹妹刘玲玲 四年前出事的那一天 广播再次响起 十分遗憾 16号乘客陶瑞聪违规操作 享年41岁 两位乘客死亡 现在船上还剩乘客18位 经纪阿姨一位 播报员一位 船长一位 共计21个人 爸爸 陶瑞聪的女儿 娃得一下就大哭了起来 而一直镇定的妈妈 急忙捂住陶小爱的眼睛 在此刻忍不住情绪崩溃 大哭了起来 陶瑞聪的妻子 14号乘客徐书兰 抱着女儿一直在哭 一个家庭就在我眼前破碎 看得我都忍不住心疼 跟我的反应不同 秦婉如反倒是一直在 镇静地观察着徐书兰 久而久之 她歪头 一脸天真的开口问道 徐书兰 你哭什么 徐书兰抬起头 恶狠狠地瞪了秦婉如一眼 夹带着哭腔大吼道 你还好意思问 我老公都被你害死了 我不哭难道你哭 但是 你是真心地在难过吗 秦婉如眨了眨眼睛 你的老公陶瑞聪 从和你结婚以后 每天都在家抱你 无论是在你的孕期 还是产后都频繁出轨 黄赌毒样样都沾 一有不顺心就殴打你 她死了 你真的在伤心吗 话一出口 原本嘈杂的人生 也一瞬间变得安静 整张长桌上 好像就只留下徐书兰 和秦婉如在对话 徐书兰难以置信地 抬头看向秦婉如 她的眼球好似 都要从眼眶里凸出来 眼白全是红血丝 整张脸的表情复杂扭曲 不知道是伤心还是愤怒 你说什么 我说 秦婉如不紧不慢地 又切下了一块牛耙 像你老公那样的人 死了不挺好的吗 她上一次打你 就在前三天 她喝酒喝醉后 用力地甩了你十几个巴掌 外加拿皮带 一直打你的胳膊 没错吧 秦婉如平静地迎接 徐书兰的目光 然后 她醒酒后 又开始不断地向你道歉 并提出约你乘坐豪华邮 作为补偿 徐书兰好像一瞬间忘记了悲伤 她的手紧紧攥着高脚背 一直在活动手指 直接发出咯哒咯哒的声音 像是下一秒骨头就要碎了一样 闭嘴 她怒视着秦婉如 为什么你会知 不对 你一个外人 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家世指指点点 徐书兰没有否认秦婉如说的话 好了 刚才一直没有说话的葛英朗说道 大家都别激动啊 这样下去我们谁都不能活 广播里不是说了吗 要找到凶手 才能停止这场荒唐的死亡游戏 随后她转头看向贾义珍 拍了拍她的肩膀 兄弟 你不是很聪明吗 赶紧推理出来啊 贾义珍揉了揉眉心 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要怎么推理 她转头看向我 刘伦 事关你妹妹的死因 你怎么不快点找出凶手 这是我想找出就能找出的吗 我只感觉大脑一片混乱 眼下的情景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对了 报警 大家都有带手机吧 不是可以报警吗 没用的 贵司音现在也是满头大汗 这个方法我早想到了 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连紧急电话也拨不出去 葛英朗将视线挪到了秦宛如身上 你真的是刘伦的女友吗 葛英朗盯着她看 如果真按刘伦所说 把你推到了海里 那你还能完好无损地上来 可能性也太小了吧 她仅仅观察着秦宛如的一举一动 分析的头头是道 现在在这里 就你嫌疑最大 就算你水性好是游泳冠军 也不可能掉到水里又回来后 衣服还全是干的吧 要么就是 你冒名顶替了真正的秦宛如 用秦宛如的身份 隐藏在我们当中 秦宛如现在还在悠闲地 喝着果汁 面对葛英朗的指认 她只是悠悠地转着吸管 随后回答到 毫不相干的另一句话 葛英朗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不信吗 什么 葛英朗显然是没有想到 她会这样子问 表情一下子复杂了起来 就是因为太爱和他人比较了 名利 地位 财富 而我们把这些合理化叫竞争 她盯着玻璃杯子里的橙汁 可人的不幸 往往就是从过分爱比较开始的 你因为觉得刘伦比你优秀 所以处处想要超越他 你上香安大学也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觉得不能够输给刘伦 葛英朗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她直直地盯着秦宛如 久久才开口 我确定你不是真正的秦宛如 她说 我虽然和秦宛如交集比较少 但也知道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生 绝对不会像你一样咄咄逼人 还不等秦宛如开口说话 餐桌上就又发生了意外 爸 一个看起来月末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突然惨叫一声 头向后仰 右手无力地垂下 双眼瞪得像童铃一样大 一副死不明目的模样 她的脚下是刚才没拿稳掉落的叉子 桌前的名牌写着13号曲顺 红酒消瘦 坐她旁边的另外一位年轻小伙 显然是被吓到了 连忙摇晃她的肩膀 阿顺 你怎么了 没事吧 她上前查看瞿顺的情况 反应过来后一脸惨白 大家注意 食物有毒 话音刚落 又有接连几位乘客 迅速地一个接一个出现状况 他们一个个脸色发青 口吐白沫昏倒在地上 再随着地板的变动 掉落到潜藏着鲨鱼的大海里 大家都被笼罩在极其恐怖的氛围里 出逃也不是 不逃也不是 想不到任何一个解决办法 砰 砰砰 我争了一下 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这是 从外面传来的敲门声 剩下为数不多的乘客 也面面相去 没人敢说话 砰 砰砰 寂静了两秒以后 敲门声再次传来 与上一次不同的是 这次还伴随着 像是活人的声音 打扰了 我是宝鸡阿姨 你们用好晚餐了吗 开下门让我进去打扫一下 我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太好了 说不定这是个能够逃离 这艘贼船的机会 怎么开门 给英朗皱起眉头 说道 刚才我们不是试过了 门压根打不开嘛 而刚才还镇定滋肉的秦宛如 却在此刻脸色刷得一下惨白 猛地站了起来 不要开 说时迟那时快 我的手都还未碰到门把手 门却咔哒一声开了 节点 秦宛如几乎是一瞬间情绪失控 迅速站起来冲到我旁边 再次把房门堵了起来 我被她突然这么大的反应给吓到了 当大嘴半天愣是问出一句 呆头呆脑的话 你在干嘛 秦宛如摇摇头 进来的不一定是人 我们还是不要轻易开门的好 就在这时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站了起来 我知道她 她就是刚才名牌上所写的06号苗人 香安是富豪榜排前十的企业家 在刚才的一片混乱中 她一直只是静观其变 没有参与任何讨论 我不禁思考起来 其实像她这样年轻 却能做到这种地位的企业家 应该早就见识过不少大场面了吧 她上前走来 走到秦宛如旁边 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 于是 如果你有什么需求的话 都可以和我说 我不缺钱 会尽力帮助你 当然 如果你能配合我们大家 秦宛如摇了摇头 感谢您的好意 但是先生 这个世界上 很多真正珍贵的东西 是用钱买不来的 她抬头 直视苗人的眼睛 尤其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苗人却笑了起来 姑娘 你还是太年轻了 认为这个世界上 真正值钱的东西是无价的 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你就会明白 你认为值钱的东西 也许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 还有她脱长尾音 你说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无非就是指人的感情吧 我告诉你 这种东西 只要足够有钱 也能买得到 秦宛如直视着她 带着笑意的双眼 久久 她才继续开口说话 苗人 严谨32岁 就在香安市企业家富豪榜 榜上有名 然而 你的钱是不是干净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的父母贪污巨款分给你 然后你开公司 压榨员工 就在前两个月 一位张姓员工 在你收下干活 你看她老实勤恳骗她 操作失误损坏公司机器 然后压榨人民的血汗钱 就这样张叔本来就不富裕 还被你坑了五万元 一个月前 你又用同样的方法 坑了另一位员工 你获利十万元 秦宛如平静地说着 而苗人的脸色越来越差 你赢家大是大 压迫员工 让其家毁人亡的事情 全都被你找关系压了下来 现在在这里当烂好人 苗人脸色发青 随后又绅士地笑了起来 秦小姐 您可能是误会什么了 她保持着温和的笑容 如果您上网查得到我的话 就知道我也帮助了不少贫困儿童 让他们多有疏毒 砰砰砰砰 还不等秦宛如说话 巨大的敲门声再次响了起来 女士先生们你们在干什么 外头传来一个沧桑的女声 快让我进去啊 我就差这个房间没打扫了 同一时间 广播也响了起来 目前为止 18号乘客保安摇件数 16号乘客广告导演陶瑞聪 13号乘客红酒销售曲顺 12号乘客高中生学会 10号乘客歌手影音 8号乘客工人曹永逸 共计6人遗憾死亡 船上目前还剩乘客14位 保洁员1位 播报员1位 船长1位 共计17个人 我瞥见在10号乘客影音的座位底下 似乎有张B5大小的白纸 而纸上似乎有写着什么东西 我心里大喜 也许别人觉得这只是张废纸 但说不定是一个线索 我刚想伸手去拿 秦宛如却抢先一部弯腰十七纸张 看到纸上的内容 她的脸色秒变苍白 迅速把纸张折起来 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本来还一直镇定的她 我亲眼看到她的眼眶迅速变红 大喊 快 快就10号乘客影音 随后她转头看向我 双眼布满了血丝 刘伦 你一定给我看好门 不要让外面的这个 什么所谓的宝吉阿姨进来 不然你也知道死的都是我们 她飞速摇晃着 已经成昏迷状态的影音 盼了探她的鼻息 还有就 大家快点想办法 她急得眼泪都快要流了出来 歇斯底里 就不了影音 我杀了船上你们所有人 秦宛如重重地拍着影音的后背 似乎想要她把吃进去的食物吐出来 而船上的其他乘客 则是一一冷漠地看着他们 苗人嘴角带笑地 看着秦宛如慌张的模样 随后说道 不好意思 秦小姐 她的眼睛完成一条缝 我也觉得我们这里很脏 是该打草了呢 下一秒 她用力推开我 把房门打开了 然而 门口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苗人的神情很失望 不是说有保洁阿姨来吗 一刹那间 一把斧头劈来 直接砍断了苗人的脑袋 面前是一位拿着斧头的阿姨 年纪看上去约有五十多岁 她歪着头 咧嘴笑道 一个障碍物清理完毕 苗人的头就那样掉落在地板上 所有人都被吓到了 因为门口挡着一位拿斧头的怪异阿姨 这下即使门开了都没人赶出去 徐淑兰迅速捂住陶小爱的眼睛 而苗人的竞争对手蒋正昌虽说也被吓到 但作为心理素质过硬的企业家还是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立即想办法躲起来 这 这他妈是谁 葛英朗也被吓到痴呆了 一个叫的往角落里缩 秦宛如崩溃大声吼道 都叫你不要开门 她的眼里透着绝望 随后用口型向我传达了一句话 你难道忘记四年前在这所邮轮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了吗 假一针站在凳子上 在短短十秒之内调整了墙上钟表的位置 墙壁上立刻出现了隐藏的一道门 她推开门 朝房内大喊 大家快点进来 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地下室 乘客们立即像是封了一般往里面挤 葛英朗拽住我的手腕 把我拉了进去 我一愣 葛英朗 你不是平时 一码归一码事 我即使平时处处针对你 但在生命面前众生平等 这个隐藏的空间很狭窄 苗人死亡后还剩下13位乘客 但看起来充其量只能容纳八九个人的样子 秦宛如拽着影音硬是挤了进来 但现在似乎多数人都在针对她 一方之间 徐书兰把陶小爱塞进秦宛如的怀里 盯着她迷惑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听好了 秦宛如 我相信你不是凶手 她说 这里实在太拥挤了 我一个成年人肯定挤不进去 以后 我的女儿 就托你照顾了 秦宛如立刻反应过来 忙拉住了她的胳膊 等等 你是要去赴死 为什么 你也看到了吧 那个宝洁阿姨精神不正常的 徐书兰摇了摇头 秦小姐 你一定还没成家吧 等你以后也有了家庭 你就会明白 成为父母以后 让你的孩子感到安全 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不能让我的女儿知道 现在很危险 你明白吗 秦宛如争了一下 因为你想让你的女儿感受到安全 感到她是有个完整家庭的正常孩子 所以这也是 你不跟你老公离婚的原因 拎着斧头的宝洁阿姨越走越近 脸上带着争鸣的笑容 是不是还有没清理干净的地方呀 阿姨来咯 徐书兰迅速把陶小爱 往秦宛如怀里塞 秦宛如站了起来 想挽留她 但还是挽了一步 宝洁阿姨兴奋地看着徐书兰 挥起斧头 从她的腰部将她一分为二 秦宛如马上捂住了陶小爱的眼睛 陶小爱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一下子大哭了出来 妈妈 秦宛如又急忙捂住她的嘴 垂下眼瞼 小爱 你妈妈她很勇敢 不要出声 坏人会发现你 她右手抱着陶小爱 左肩又背着影音 看她一个女孩子承受这么大重量 我急忙接过影音 查看影音的状况 说实话 在上传之后 我并没有看到过她和影音有任何交集 在上传之前在一起的几年 她也没跟我提起过 她有一个叫影音的朋友 为什么这个女孩出事了 秦宛如这么慌张 而且刚才秦宛如面对徐书兰 以及她女儿的表现 并不像一个丧失良心的人 钟表后隐藏的地下室空间狭窄 现在挤进来的人大概有九个 蒋正昌面对秦宛如 秦小姐 我劝你还是出去吧 秦宛如冷笑 大家都在这里 为什么救我要出去 蒋正昌说 你不出去的话 难以平息众路 马上就有人附和 对啊 你一个人牺牲 换来大多数人平安 不很好吗 挤在我旁边的贵司音紧皱眉头 现在我们也不确定秦宛如就是凶手啊 如果他死掉 还会有人继续死亡呢 眼下最紧要的是 葛英朗说 保证大多数人不要出事 沉默了两秒后 一个强壮的中年男人主动开口说道 要不然开门吧 我和我的朋友都是健壮的成年男人 而对方只是一个老弱病残 我们肯定能致富他 我忍不住开口反驳 你确定他很弱吗 这个中年男人我记得 就是刚才用餐食坐在陶瑞聪一家旁边 然后对着喇叭破口大骂的19号乘客 健身教练无言 无言旁边还有一个和他一样健壮的男人 我记得是20号乘客健身房前台张虎 张虎看了看挤在狭小空间的大家 先是重重的叹息一声 随后说道 我都快四十了还是单身 父母也因病去世了 也没什么挂念 但是这条船上 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和孩子 因为我抢占了位置而伤亡 无言点点头 我跟虎哥不同 我有一个女儿 我老婆跟我离婚了 女儿跟着我 不过我女儿也夭折了 好不容易想来坐下轮船 放松下心情吧 又出事 现在我唯一的挂念 就是我铁兄弟虎哥 要是他出什么事了 那我也跟着不活了 他慷慨激扬地说完 像是临终遗言的一段话 然后这两个强壮男人 不顾大家的劝阻 打开门 直接就朝拎着斧头的 宝吉阿姨扑了过去 秦宛如一下站了起来 把陶小爱塞到我怀里 刘伦 你看好小爱 她一脸慌张 直到如今 实在没办法了 我想阻止她 她却一脸失落地 甩开了我的手 刘伦 我还是想试试 这艘船上的所有人 会不会再像四年前一样 见死不救 在两个强壮的男人 把精神状态不正常的 恐怖宝吉阿姨 扑倒在地上以后 秦宛如一个剑步飞速 夺过了宝吉阿姨手中的斧头 然后 她跑到屋外的甲板上 将斧头扔到了大海里 无言显然是没料到 秦宛如的举动 吼了一嗓子 你突然蹦出来做什么 万一等下这个老女人 精神失常杀了你呢 秦宛如摇了摇头 神色淡然 她不会杀我的 她抬起头 指了指苗人 还掉落在地上的头颅 还有长桌上 讲正常的名牌 要杀 也是先杀这两个 早就丧失良心的企业家 她盯着宝吉阿姨的脸 我认识她 她的名字叫贺敏之 在四年前 如果不是因为上了这艘贼船 她根本就不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贺敏之的眼睛瞪得极大 死死盯着秦宛如 她张开大嘴 反反复复就重复两个字 零零零零 我从门缝里偷偷撇到贺敏之 一副绝望又痛苦的模样 于心不忍再继续看下去了 看到她痛苦 我也很痛苦 秦宛如痛苦 我也一样痛苦 蒋正昌还在给大家提议 大家看 现在有三个人 已经冲出去制服 那个恐怖的老太太了 现在房门也是打开的 我看我们不如趁此机会 快点逃出去 反正死的也是他们三个 我打断了她的话 只是她的眼睛 你还觉得你做得不够过分吗 蒋正昌 蒋正昌似乎没料到 我会针对她 一脸猛逼 什么 我说 你还觉得你做得不够过分吗 我盯着她看 你和苗人 都不是好人 蒋正昌争了一下 随后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什么呢 原来你是说我自私啊 她笑眼弯弯 浑然不在意 在危险当中 并不是谁都像刚才那两位大兄弟 出去舍己为人的 相反 多数人都会选择明哲保身 人总是利己的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盯着她带有笑意的眼底 就像秦宛如刚才面对贺敏之一样 一字一句 蒋正昌 你不是第一次上这船了吧 四年前 你也有上过海洋交响曲号 当时 也是霍苗人一起 蒋正昌脸上的表情 在短短一分钟内 变化了无数次 她先是慢慢收敛笑意 随后有了些愈怒之意 再之后面对我 脸上又竟是比翼嘲讽之意 怎么 刘先生 四年前 你也来过海洋交响曲号 我不仅来过 我还对你俩记得清清楚楚 我说 你和苗人可能不记得我了 可我对你们 还有船上的大多数人 可是印象深刻呢 在四年前 你和苗人 还有海洋交响曲号的 大多数乘客 合力做了一件罪恶滔天的事 所以你和苗人 获得了普通人 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赚到的钱财 才有了现在的地位 可拿着这钱 我悲哀地望着神情复杂的他 你们真的不会良心不安吗 蒋正昌 不愧是有名企业家 他只是笑笑 并没有将愤怒表现出来 抱歉 刘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他说 而且现在好像也不是我们在这里闲聊的时候 奉劝你要是想活命的话 就乖乖按照我说的那样做 大家一起冲到门外 找机会下船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宝洁阿姨贺敏之 虽说身材矮小 却行动敏捷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推开了无言和张虎 两个实打实的壮年男人 竟从餐桌上抄起一把水果刀 直接就朝无言的胸口捅去 不要 秦宛如急速挡在了无言的面前 挡下了贺敏之的攻击 无言没受伤 秦宛如也没被捅死 只是漂亮的脸蛋上被锋利的刀尖擦过 留下了疤痕 贺敏之看着秦宛如 手臂像是不受控制的在胡乱挥舞 就好像他想要攻击秦宛如 但体内又有另一个灵魂 在强烈制止他 不要伤害秦宛如 然后 我亲眼看到 贺敏之瞪着血红的双眼 却流下了眼泪 贵丝音碰了碰我的手臂 我觉得蒋正昌说的有道理 他说 我们至少要先保证自己活下去 才能保护其他人 我看到了怀里的尹音和陶小爱 动摇了 也是 至少我要把他们先营救出来 我看得出来 尹音对于秦宛如 是很重要的人 而秦宛如对于我来说 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人 在两男一女制服贺敏之的空隙 蒋正昌率先冲了出去 我抱着陶小爱 扛着尹音也紧随其后 其他乘客都像逃命一样似的 飞速来到甲板 广播就在这混乱之时 再次想了起来 目前为止 18号乘客保安摇件数 16号乘客广告导演陶瑞聪 13号乘客红酒销售曲顺 12号乘客高中生学会 10号乘客歌手影音 8号乘客工人曹永逸 6号乘客苗人 14号乘客徐书兰遗憾死亡 船上目前还剩乘客12位 保洁员1位 播报员1位 船长1位 共计15个人 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道白光 对啊 我现在都出来了 干嘛不去找找那个可疑的广播室在哪里 然后看看到底是谁在播报这些恐怖信息 而且广播里还说影音死亡 但是秦宛如又说影音还有一线生机 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可靠的消息 我现在没时间思考了 我把影音和陶小爱交给了贵思音和葛英朗 说道 你们两个帮我照看一下他们 拜托了 我将视线移到葛英朗身上 认真且急切地说 兄弟 你说得对 平时有什么仇你可以私下向我报复 但在生命面前 人人平等 说完我飞速奔跑 朝着轮船的另一个方向跑去 我要尽可能也尽快地找到广播室 尽最大努力救下大家 海洋交响曲号分为很多块区域 它亦有舱房 餐厅 娱乐区域 甲板区域 船舱区域 服务区等六大板块 而船长和水手 广播员这种游船上的重要工作人员 基本都在船舱区域 想到这里我突然反应过来 对哦 这艘船怎么连几个重要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呢 别说船长了 就连水手都没见着个人员 我一个个搜寻船舱内部 终于发现一间一次广播室的可疑房间 从房间里面一直传来机器的嘈杂电子音 我猛地一下用身体撞门 门开了 看见里面的景象 我震惊了 广播室里确实有麦克风 但一个人影都没有 那刚刚是谁在说话 提前录制好声音 然后用录音带放给我们听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又为什么会知道我们船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 死亡状况 我进来仔细搜寻每个角落 没错 确实是没有人的 麦克风还完好无损地安置在桌面上 我快速向前握住麦克风 大家稍安勿躁 我说 现在船上只留下十来个人了 如果还是彼此都不团结的话 那我们没有人可以成功活下来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海洋交响曲号在今晚十点就会停靠在岸边 结束这场荒唐的晚宴 现在距离十点还有一个小时 大家想想办法 只要能撑过这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迅速发表完我的建议以后 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又继续搜寻船长的驾驶室 船上出了这么多情况 船长不知道吗 竟然还在悠闲地开船 我几乎是把船舱区域所有房间 都用最大的力气撞开了 结果每个房间里都是空无一人 我贪软地跌坐在地上 无人驾驶 这是一艘无人驾驶的恐怖邮轮 广播一开始就在给我们传达错误信息 说有一位保洁员 一位播报员 一位船长 现在 除了看到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恐怖保洁阿姨以外 其他的什么播报员船长水手 屁大点人影都看不到 我突然反应过来了仔细想想也对 这么豪华的邮轮 怎么可能工作人员这么少 看看人家泰坦尼克号 一艘船上千乘客上百工作人员 都还是出事了 更何况我们一艘所谓的豪华邮轮 还没有电影中泰坦尼克号的一半大 要么本身就是一艘无人驾驶的恐怖邮轮 我们二十位乘客运气不好登上了贼船 要么就是 有人在暗中操作 邮轮的内部人员就隐藏在我们几位最普通的乘客当中 猛然间 我想起来了什么 我摸到我裤兜里的纸条 拿出来 借着月光仔细阅读上面的文字 这张纸 是刚才大家都在钟表后隐藏的地下室里休息的时候 趁乱从秦宛如身上拿到的 也就是在影音座位下的纸条 时间有限 我迅速浏览上面的文字 尽最快速度获得有效信息 宛如 当我看到你第一眼时 就知道你是谁了 我实在没想到四年后又会和你在同一条船上 面对同样的考验 四年前海洋交响曲号丧失人性的事情 被那几个畜生压了下来 这些年来你一定受了很多苦吧 你应该没认出我来吧 这也没办法 我变化太大了 还记得我当初说想当歌手的梦想吗 现在实现了 你现在改叫秦宛如 但我知道你真正的名字叫 纸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 应该也是恰好影音出事的时间 我还在反复翻阅着这张纸条 再看看它上面有没有任何一个角落隐藏着其他线索 这么说来 我的初步推理是 影音和秦宛如四年前都上过海洋交响曲号 并且成为好友 四年后的今天 影音和秦宛如再次在海洋交响曲号重逢 如果不是因为在影音出事后 秦宛如恰好捡到了她写的这张纸 估计秦宛如也没认出来她 为什么会认不出来 是一面之缘吗 所以相隔四年 早就忘了故人之交 可能是因为我看得太仔细 思考得又太投入 都没有留意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等到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才猛然察觉身后有人 急忙回头一看 是影音 我一时间争住了 你 我呆滞地望着她 是那个广播里说死亡的乘客 职业是歌手的影音 面前的女生很漂亮 眼睛大 鼻梁高 肤白貌美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脸却给我一种 很不自然的感觉 她点点头 是的 我愣征地望着她 心头当时涌上诸多疑惑 却不知道该怎么从头开口 你怎么会 不对 船上的其他乘客呢 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 而且你不是 宛如说我没有死亡 不对 她抬头看着我 应该叫她刘玲玲 才对 我后退两步 直视着她 你 影音抬头看着我 刘伦 你也别装了 我知道你也知道 秦宛如就是你的亲妹妹 刘玲玲 我闭口不言 思考再三 我才再次开口 其实在搜船上 和我有关系的 不止秦宛如一个 我知道 葛英朗 贵司英他们 是你同学吧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个精神失常 拿斧头砍人的宝洁 阿姨贺敏芝 就是我和我妹妹 刘玲玲的亲生母亲 影音先是争了一下 很快又平静下来 也对 我确实该猜到 她说 贺敏芝刚才乱砍人的时候 都控制不伤害到秦宛如 我一愣 为什么你会知道 你刚才不是 我装的而已 影音说 昏迷 假死状态 都是我伪造出来的 我只是想赌一下 看看秦宛如 会不会认出我来 我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她会在这里 以及在这里出现的人 为什么会是她 广播员 就是你嘛 影音笑了起来 你也不看看我的名牌上 写的就是歌手 声音肯定还是过关的了 一个小小的广播 用点道具 再伪造成标准的 机械电子音 算得了什么 这条团上 从一开始 就没有纯粹的好人在 说是要找出凶手 但其实凶手不止一个 我摇了摇头 是人们习惯 将事情分成黑色与白色 但现实中的大多数人 都处于灰色地带 影音走到我面前 刘伦 我的一名才叫影音 真名不叫这个 你看到我的脸 一定觉得 我长得很奇怪吧 那是因为我是整容的 我原本不长 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梦想是歌手 但我原本长得 实在不好看 面是屡屡碰壁 即使唱功过得去 也会因为长相 而被拒之门外 但很奇怪 就那样 我还是收到了一条 短信邀约 说有个唱片公司 想要见我 让我踏上海洋交响曲号 也就是四年前的今天 六月九日 我在海洋交响曲号上 遇见了刘伶伶 我一愣 唱片公司是 听我说完 影音说 我也是上了这艘贼船 才知道 苗仁和蒋正昌 就是同一家 唱片公司的负责人 而我因为长相很自卑 有这样大好的机会 我不想错过 在我整容前 我长得一点也不好看 可以说是非常丑的程度 整张脸五官严重不协调 因为我的长相 从小到大 我都交不到朋友 找不到工作 但是海洋交响曲号不一样啊 上了海洋交响曲号 我遇见了你的妹妹刘伶伶 她确实温柔善良 天真开朗 完全不介意我的外形 愿意和我交朋友 所以 你的妹妹刘伶伶 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朋友 也是她鼓励我 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 我才能有今天 我沉默半赏 所以你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 尹音说 我当然知道 四年前 我因为没能成功救下刘伶伶 一直自责 所以才想试试 在这艘船上 能不能再次遇到她 而弥补我曾经的过错 我刚想说话 尹音却好像从我背后 看到了什么一样 急忙推开了我 快闪开 刘伦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一个斧头就直直地 披在了甲板上 我瞪大双眼 震惊地看着 从我背后偷袭的人 她一身整齐干净的西服 是个有企业加气质的男人 蒋 蒋正昌 蒋正昌拿着斧头 并没有出现任何精神 不正常的状况 她只是看着我和尹音 笑道 真没想到 四年后又见到你了 整了容后 我差点没认出你来 当初的恐龙妹 陈寒娇 尹音急忙将我护在身后 与蒋正昌正面对质 你怎么会跟到这里来的 她震惊又焦急地望着蒋正昌 而且你手上的斧头 又是从哪里来的 陈寒娇 还多亏了你呢 我和苗仁才能做大做强 她笑道 不过也是苗仁不好 还被贺敏之砍到了脑袋 我忍不住愤怒 贺敏之会变成这样 还不是因为你们 你们把一个好端端的母亲 弄成了这样 真的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吗 抱歉 蒋正昌拍了拍手 那些真正有钱的企业家 又有几个钱是完全干净的呢 另外啊 还真感谢那两个傻大感 帮我拖延了贺敏之发病的事件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看见蒋正昌的背后 又多出来一个人 在蒋正昌还在夸夸其谈的时候 背后的少女拿起了锋利的短刀 从蒋正昌背后直直地捅了进去 蒋正昌猛地瞪大双眼 吐出一口老血 才僵硬地转过头去 该 该死的 秦 秦宛如 不对 刘玲玲 秦宛如趁蒋正昌 已经失去力气的时候 拿起掉落在地上的斧头 对着她的脑袋就是残忍的一挥 一瞬间血液飞溅 影音吓得闭上了眼睛 解决掉蒋正昌以后 秦宛如看到影音 飞奔过来猛地抱住了影音 娇娇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说话的声音也带上了哭腔 现在应该叫你小鹰了吧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再遇到你 影音即使刚才感到害怕 现在却也好像跟好久不见的固有重逢一样 紧紧抱住了她的后背 玲玲 你跟我一样 换了面貌 换了名字 我也差点没有认出你来 他们还有心情聊天叙旧 我眼下是看到越来越多人涌过来了 陪我一起度过秦宛如22岁生日宴的同学 葛英朗 贾义珍 贵丝英等人都赶了过来 贵丝英还抱着陶小爱 我看到她来 急忙接过了小爱 我连忙问她 阿英 无言跟张虎还好吗 贵丝英讲 还在和那个宝洁阿姨僵持 那个阿姨也很厉害 没有武器后攻击性也很强 不过也好在他们体魄强壮 不然一般人还经不起这么折腾 那 他们是还活着对吧 是的 贵丝英皱紧眉头 但是 那个阿姨很强 即使张虎和无言两人体格较为强壮 现在也是占下风 我急忙问 0609号房间还有人吗 就他们三个 我连忙转头看向秦宛如 秦宛如放开了影音 也是一脸复杂地看着我 贺 贺敏之她 我观察着她的反应 我们要去救吗 秦宛如没说话 也在犹豫 贵丝英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问我 阿伦 那个叫贺敏之的宝洁阿姨 和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望着她认真凝视我的脸庞 再三思考以后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终于 我转身面对船上 还活着的所有乘客 开口说道 秦宛如不是我的女友 秦宛如就是我的妹妹 广播里说 四年前出世的刘玲玲 葛英朗 假一针都被惊到了 贺丝英略有一症 随后说道 那 这和贺敏之也没有关系啊 贺敏之 那个精神失常的宝洁阿姨 我说 是我和刘玲玲的亲生母亲 除了我和秦宛如 也就是刘玲玲本人 所有人都争住了 那 贺丝英小心翼翼地说道 既然是你们的妈妈 她为什么会 所以我才说 在这条船上死的大部分人 都不值得同情 我看向蒋正昌 掉落在地上的脑袋 他们都是死有余辜 秦宛如和影音都没有说话 葛英朗忍不住问 既然你妹妹刘玲玲 好好地活着 那她为什么要改名 又为什么要和你在大家面前 撇清兄妹关系 然后你又要把你推下水呢 这件事说来话长 我摇摇头 很抱歉 把无辜的你们也拖下水 四年前 2019年的6月9日 我高考的前一天 我 可爱活泼的双胞胎妹妹刘玲玲 温柔体贴的妈妈和敏芝 勤恳朴实的爸爸刘玛 本来是幸福的一家四口 我的妹妹刘玲玲 似乎从出生时期 就和别人不一样 她好像天生就自带一种超能力 刘玲玲第一眼看到的人 就能获取她的关键信息 比如这个人 曾经和谁有过什么关系 或者发生过什么事情 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 和她接触过的朋友 都说她像是小说里 有超能力的人物一样 轻易就能读心 我经常劝她说 要收敛一下自己的能力 说她好在碰上的 都是性格不错的朋友 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 她不以为然 明明学业紧张 还整天想着出去玩 交更多新的朋友 看更大的世界 向安市近些年来 一直在做有关旅游景点的功课 目的想做大旅游业 吸引更多外来的旅客 尤其是有关水面上的 终于就在6月份 向安市号称 永远美满的 第一艘豪华游轮 海洋交响曲号正式诞生 刚好我的妹妹刘玲玲 从未坐过游轮 想试一下坐船的感觉 提议6月9日 和家人一起 到海洋交响曲号游玩 刘玲玲提议 我也去放松一下 然而因为是高考前一天 我想抓紧复习 就拒绝了 直到现在 我都在后悔 如果那一天 和她一样 一起上了海洋交响曲号 是不是现在 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或者 如果那天 我尽力阻止她 不要上海洋交响曲号 是不是现在 也还是幸福美满的一家 海洋交响曲号 因为是豪华游轮 初次行驶的时候 就已经坐满了上流人士 包括但不限于 科学家 企业家 各种娱乐公司 心探等等 然而 在高居上层的 风光人物里 有多少人 是曾挥霍过良心的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那天就我一个人在家 爸爸妈妈都陪刘玲玲 上了海洋交响曲号 妈妈贺敏之 还笑颜弯弯的对我讲 阿伦 我们和你妹妹 去海洋交响曲号游玩了 你不去 可千万不要后悔哦 可能他们也没想到 后悔的是他们吧 那天晚上直到很晚 我都没有接收到 家里人的来电 刚开始我疑惑 是不是海洋交响曲号 停止行驶的时间就很晚 所以他们才半天 不回消息 我妹妹好玩心重 经常和朋友玩到 半夜两三点才回家 所以一开始 我也没多在意 可是后来越来越晚 直到半夜 他们都没回复我的信息 我也终于开始心慌了 我急忙拨打爸爸妈妈 和妹妹的电话 可是没有一个人接 打了好几次 都是无人接听 我几倍发凉 越想越害怕 正当我想报警的时候 家里的门突然被敲响了 砰 砰砰 哥哥快开门 我是林林 我确定这就是刘林林的声音 急忙前去给他开了门 然而 门口站着就只有我的妹妹刘林林 爸爸妈妈呢 她 他们 刘林林哽咽道 他们出事了 我身体一瞬间僵住了 什么 刘林林 衣服全身都还是湿的 头发乱蓬蓬的 整个人像是受了什么 极大的刺激一样 哥 哥 我错了 你说的对 她的双眼红红的 像是大哭了一场 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 一定要隐藏好 不然就会被大家当成怪物 我不仅害死了爸妈 我还害死了一个陌生的姐姐 她忍不住哭了出来 哥 那艘船上都是坏人 我们报警吧 我急忙安抚她的情绪 问她到底怎么了 在她的讲述中 我才明白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在海洋交响曲号上 交到一个新朋友 叫陈寒娇 陈寒娇的梦想是歌手 却因为身材矮小 长得也不好看而自卑 而陈寒娇之所以会登上 海洋交响曲号 就是因为有邀约她面试的 大型唱片公司也在船上 唱片公司有两个主要负责人 一个叫苗仁 一个叫蒋正昌 刘灵灵陪同陈寒娇一起去面试 而苗仁和蒋正昌 意外发现了她的特异功能 这种重大消息告诉科学家 来换取大量钱财 苗仁说要把刘灵灵 卖给船上的科学家 做人体实验 能获利不少钱 比他们在唱片公司干政的钱多多了 刘灵灵死死挣扎 不让苗仁他们抓到自己 然而没想到他们越来越过分 上流社会的人 真的都是像他们所穿的西服一样 全身上下都是干净的吗 刘满和贺敏之为了保护刘灵灵 跟苗仁蒋正昌起了争执 而在争执当中 刘满死于情绪激动的苗仁刀下 而最终贺敏之为了保护刘灵灵 被当成人体实验的对象 既然是刘灵灵的母亲 苗仁笑道 那也可以 我们可以好好研究 她怎么生下这么奇异的女儿 外加跟咱们合作的科学家 也是一个单身很久 很想要女人的大龄男人了 嘿嘿 刘灵灵说 她在与苗仁的争执当中被推下海 也就是因为这样才能获救 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年轻女孩 跳下水救了她 却因为脚抽筋溺死在海里 刘灵灵在她的背包里 翻到了她的身份证 知道她叫秦宛如 是附近香安中学的学生 马上就要高考了 却因为救人而丧命 秦宛如的父母赶到的时候 几乎是哭泣到整个人崩溃 秦母一边哭一边大喊 我们就只有这个孩子 刘灵灵带回来了秦宛如的学生证 然后拿给我看 苗仁和蒋正昌都不是好人 她低下眼瞼 海洋交响曲号所有看热闹 又或者站苗仁那一边的 都不是好人 只有陈寒娇和秦宛如 她说着说着又哭了 宛如解死了 而娇娇在那艘船上生死未卜 哥哥 你明天要高考了是吧 刘灵灵抬头看向我 你好好加油 对不起 这个时候影响到你 我摇晃着她的肩膀 别说傻话了 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赶紧先报警 然而很可惜 报警没有用 苗仁和蒋正昌 得到大量钱财后 打扮的光鲜亮丽 成为了市里 小有名气的企业家 然而听说是 分钱是起了争执 所以他们俩现在是对手 他们现在都是 一等一的大人物 所以花钱找关系 把这么大的事情 给压了下来 我难以接受 高考前的这个意外 最终也导致我高考失利 离我的第一志愿 成才大学录取分数线 差了有一百来分 然而幸好我还有选择 退而求其次 我选择了市里有名的 高校香安大学 就在正式上大学的 前一段时间 刘灵灵再次 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 哥哥 我听说你人脉很广 她说 能不能让我也和你 秦宛如的学生证 低下了头 我存下了不少钱 已经能够去做一枚整容了 从此以后 我将代替秦宛如的身份 好好活下去 刘灵灵不住我家了 她收拾好东西 住进了秦宛如家 代替秦宛如 成为情妇情母的女儿 我费了不少劲 才让学习成绩 并不算特别好的妹妹 和我进了一样的大学 而她在学校里面的身份 就是一个叫秦宛如的 普通女大学生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天 她偷偷跑来找我 刘伦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可以对外宣称 是男女朋友关系 这样我以后来找你 也方便多了 一开始 我并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 我实在不明白 你为什么非要 以秦宛如的身份活下去 而不是我妹妹呢 有两个原因 她说 第一个是我觉得 愧对于宛如姐 她的父母都那么悲痛 所以想代替她 好好活下去 第二个则是 如果还是 以原来的面貌 活下去的话 我怕再遇上 海洋交响曲号上的 那些畜生 她猛地抬头 哥 以后我在学校里 就不叫你哥了 我打听到了 海洋交响曲号 因为每次准备 都很豪华充分 所以每隔四年 才出行一次 如果下一次 那些畜生 还在船上的话 我们想计划复仇吧 这些年来 刘玲玲和我 一直活在仇恨当中 她不断去打听 当年海洋交响曲号上 有哪些人 做人体实验的 畜生科学家 现在又在哪里 而苗仁和蒋正昌 现在又做了什么企业 她付出的努力太多 而得到的信息 却少之又少 可有一天 她告诉我 一个令我震惊的消息 刘伦 刘玲玲找到我 双眼赤红 我们的妈妈 现在已经不像人了 我一听是 有关妈妈的消息 急忙激动地 抓住她的肩膀 你从哪里 获得的信息 她把手机拿给我看 上面是一条 播放量极少的视频 看样子 是深挖出来的 视频里 苗仁和一个 穿白大褂的男人 在对话 男人摇了摇头 说道 很抱歉 实验失败了 和小姐现在 像是精神失常了一样 我们只能先 把她监禁起来了 对了 海洋交响曲号 再次行驶 是什么时候 到时候 如果船上 还有上流社会的人 再把她高价 卖给他们 不就行了呗 说的简单 她现在都跟个废人一样 怎么卖 真的是 当初就应该 抢到她女儿 苗仁愤愤不平的 到时候 只能在海洋交响曲号上 看看情况了 在陆地上 普通处理 送精神病院的话 搞不好 还会被警察抓起来 视频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已经把苗仁等人 丧尽天良的行为 揭露得一干二净 我问刘玲玲 既然你都有这个视频 为什么 不行 刘玲玲摇了摇头 我将会想办法 在海洋交响曲号上 完成我的计划 法律看不到的地方 有我这个女儿在 于是四年后 我们再次踏上了 海洋交响曲号 合力完成 刘玲玲想要完成的计划 刘玲玲跟我说 她有异于常人的能力 不用怕 苗仁和蒋正昌等人 最喜欢看别人 处于危险当中 因此 她叫我在海洋交响曲号 把她推下水 制造一出大动静 引来全部人围观 而在这船上的 全部乘客中 她要把四年前的仇恨 一一实行完毕 她跟我说 这是他们最有应得 我大概讲完了 整件事情的经过以后 在我身后的刘玲玲 也就是现在的 秦婉如开口 一开始去帮忙的 18号乘客老人 姚剑树 大家不必同情她 她也并不无辜 她至今没有过一个女人 于是四年前 参与对我母亲 施暴的过程 知道苗人为什么会开门吗 她提前把贺敏之锁在船上 美其名曰是船上的宝洁阿姨 以为贺敏之不会伤害到自己 我妈妈被她们残忍地 拿去做实验 导致精神失常 但是又不傻 船上有工具 她拿起斧头 能劈开锁住自己的铁链 然后再一刀砍下苗人的脑袋 苗人是贺敏之杀的 蒋正昌是我杀的 秦婉如说 至于船上其他人的死亡 也是在我的计划之内 不过 那个演员徐书兰 确实是意外 她垂下眼帘 声音也压低了不少 她那么爱护自己的孩子 让我想到了四年前 我妈妈也是这样 刚才在餐桌上的时候 大家就很奇怪 我为什么会知道 陶瑞聪对徐书兰 还有苗人的所作所为吧 秦婉如说 这就好像是上天 给予我的超能力一样 既能重生 又能独新 我确实能知道 每个人之前发生过什么 其实我和他只是第一次见面 船上还剩下的乘客都沉默了 我感到十分抱歉 因为我的同学 确实没有对我的妹妹做什么 但我还是以生日宴的形式 把他们也拉进来了 因为我是想 一旦出现意外的话 能多些人帮忙 我低头一瞥 看到腕表上的时间 已经显示九点半了 然后我突然想起什么 猛地抬头 对了 海洋交响曲号 还有半小时 就要停靠在岸边 大家就能获救了 在这之前 我们再回房间 去营救张虎和无言两个人吧 毕竟这两个男人 也确实只是 今天简单登上游船 来观光的无辜游客 我刚打算跑去救人 然而 秦婉如却拽住了我 她抬头望向我 眼里全是悲伤 哥 不要去了 我疑惑了 什么 你也看到了吧 妈妈都已经变成那样了 你确定还要去吗 我呆住了 你在说什么 我愣愣地看着秦婉如 当初不是你说 要为父母报仇的吗 可是妈妈都已经变成那样了 秦婉如几乎是吼出来 平稳的情绪 一瞬间变得歇斯底里 是 现在船上大部分人 已经被解决掉了 可是妈妈已经回不来了 现在的我 只有一个你亲哥哥 说难听点 如果妈妈又发病 把你也杀死了 那我又怎么活下去呢 我被她态度的变化给惊到了 转头再看向船上的其他人 他们也是沉默不语 是 我一开始确实是为了报仇 为了解决因为利益 而模糊做人体现的人渣 秦婉如悲痛地说道 可现在大多数人都死掉了 我的心愿也算满足了 但是你 刘伦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不能再看到你出事了 秦婉如的态度很坚决 一时之间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做决定了 然而我发现 我还是低估了 两个成年强壮男人的耐力 根本就不用我去救他们 他们已经主动找上来了 无言和张虎 架着昏迷的贺敏芝走了出来 走到我们面前 他们全身是伤 无言还疲惫地笑了笑 这老阿姨还真难对付啊 我和虎哥好不容易才打孕他的 放心 他还活着 我松了口气 看来大部分重要的事情都搞定了 只能熬到十点就可以了 砰 船只像是撞到了什么一样 巨大的响声传来 整艘船上的人都剧烈地晃了一下 贵司音大惊失色 船在下沉 什么 我大脑灯时一片空白 船在下沉 整个船上都是来观光旅游的乘客 又有哪个会开船的 影音的脸色也变了 船千万不能沉下去 下面有鲨鱼的 甲一针马上喊 大家快点想办法 现在你们的手机有信号了吗 快点打海洋求救电话 叫救声艇 我立即掏出手机来看 谢天谢地 感谢这个时候终于能打电话了 马上就有人拨打了海上搜救电话 天哪 真是上帝的玩笑 为什么马上就要结束这场闹剧了 又来一场意外 整艘船还在剧烈地晃动 船体已经逐渐开始破裂 在船上的少数幸存者 包括我现在都死死抓着船的边缘 生怕掉下去 很快搜救艇来到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赫敏芝醒过来了 在他醒来的同时 船体正式破裂 我们谁都掉到大海里了 搜救员 迅速把我们几个被海水枪的步行 就要被淹死的游客打捞上船 我看见了浑身湿透的贵丝阴 葛英朗 陶小艾 贾一针 却没见其他人 我的心一下沉到谷底 秦宛如 不会再次出事了吧 然而就在几秒后 我看见张虎和吴妍从海底冒出头来 他们还架着秦宛如一起游过来 幸好老子平时经常去游泳了 吴妍还有空感叹 不然遇到这种危险 还真不知道怎么自救了 他们把秦宛如送到另一艘救生艇上 然而又出现了另一只手抓住了秦宛如 是贺敏芝 她瞪着大大的眼睛 大张着嘴 看着秦宛如 零零 零零 秦宛如愣住了 下一秒 我听到贺敏芝说 妈妈 永远爱 尼赫伦 说完 她主动放开了手 放任自己沉入了海底 秦宛如悲痛地看着海面上浮起一片血红 然后跟随救生艇越走越远 最终救下来的有九个人 我 秦宛如 贵丝英 葛英王 贾一真 陶小爱 吴妍 张虎 尹英 被救上岸以后 搜救员一一询问了我们的信息 然后说 是要针对海洋交响曲号做调查 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沉船 秦宛如一直看着海面 低头不语 我感觉可怜的不止有她 还有陶小爱 她因为被卷入这场闹剧当中失去了父母 年纪还那么小 贵丝英和我商量 要不然一起收留小爱 就当做是亲生女儿一样养育 刚好吴妍也丧失了年幼的女儿 她也可以成为陶小爱的干爹 把迷失的爱再次寻找回来 秦宛如久久盯着海面 随后走到我旁边 深吸一口气 哥哥 我决定要去自首 我一证 什么 不然呢 她将视线移到我身上来 贺敏知是砍到了苗人的脑袋 我是杀了蒋正昌 搜救员去搜海洋交响曲号时 一定能搜出来他们的尸体 到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 也会暴露 我犹豫了 我们都还算干净 至少都还会活过良心 秦宛如说 但是长大后我发现 善良和同情都是美德 一旦给人给的多了 就变廉价了 凶手从来都不止一个 她说 海洋交响曲号的所有人 包括我都不是纯粹的善 我想清楚了 我会去自首 至于警方怎么判 我也无从而知了 秦宛如最终还是进了监狱 而我和我的同学 成功从名牌院校香安大学毕业 都找到了最合心意的工作 陶小爱也成为了 我货归思音的养女 尹英继续写歌 最终也成为了香安市里 一名小有名气的流行歌手 只是我到现在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 人始终会因为金钱 而把良心染色 又或者是因为 我一开始家境 就不能算穷不知道吧 也许人穷到一定境界 所有行为就都合理了 可是刘玲玲向我讲述的 科学家 企业家 歌曲制作人等这些角色 好像本身并不缺钱啊 尹英之前和我 还有秦宛如都交换了联系方式 她跟我说 她现在一有空 就会去看望秦宛如 经过这件事以后 所有人的生活 都好像恢复了正常 但是 又好像跟之前不一样啊 我也时常在想 刘玲玲 我们两兄妹 做得真的是对的吗 然而不论我怎么想 刘玲玲现在也确实入狱了 并且要三年后 才能成功出狱 所有人的生活 都恢复了正常 三年后 我走在迎接刘玲玲的路上 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串陌生号码 我拿起来接通 里面传来一个陌生男中英 你好 我是三年前 海洋交响曲号 你们没注意到的 17号乘客 那场海难的幸存者 刘先生 我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科学家 现在 你妹妹就在我的旁边 全文完